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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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龙尾山的石头其实大有来头 它的地质年代可以追溯到十亿年前的震弹季 这种在火山作用下才形成的板岩 拥有独特的材质 用这种石头 才能制作出最上层的射焰 中国是个重文重学的国家 笔墨之焰是中国独有的文书工具 称为文房四宝 焰带是将墨条研磨成为墨汁的器物 射焰是中国的四大名眼之一 一方焰台在书写和作画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的讲究 而射焰的材质坚实细腻 这样使用的时候不会损伤毛笔 研磨出来的墨汁润滑 焰汁里的墨汁冬季不干 夏季不服 射焰最大的特点应该说是发墨炉油 它发墨炉的快 这是先天性的 后天性的说它的艺术的格调的高雅 中国的文人对焰台的要求不仅仅是实用 还讲究它的造型和韵味 因此众多的能工巧匠 就在焰石上进行创作 用刻刀浓缩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审美 将自然和记忆完美地结合 王足伟是一位制作设宴的高手 二十多年和厌石打交道 让它非常清楚哪些是上品的食材 厌石都是自然天成的 有五大类 二十五种之多 大部分都是青碧的颜色 而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特征 这散布的黄点被称为金星 而黄色大面积的散开叫做金韵 这细细的纹里有水墨的韵味 称为霉纹 而有涟漪特征的层次 就被称为水波纹 有这样特征的石料 都属于厌石中的商品 每一块都价值不菲 稀有的东西都是比较珍贵的 越大越难得越稀有 知道的范围里一块厌石也卖了三百多万 把厌石雕刻成文厌台 可以用不同的手法 有直观的写实派 有诗情画意的文人派 也有充满意境的抽象派 这都需要靠制艳师傅的构思和设计 开采出来的厌石 每一块的质地和纹理都各有不同 因此必须要因材实意 这一件作品 它的试材是实验中名品的石料叫《梅纹》 你看它里面像眉毛一刀一刀的 它是水墨化的神域油画的质感 你看上去似乎擇奥托不平 但是你摸上去感觉却平滑如尽 所以试验大整的造化 非常的这个奥妙无穷 这一件作品创意和设计 主要是利用这个眉毛 创作了晖州田园风味的叫《田歌》 你看这个荷叶包容 在里面这个水的这种感觉是天然的 这个是试验中非常经典的食材 叫金心 相传试验就是以金心为贵 这个金心 你看它这个通篇没有瑕疵 非常罕见 而且它有动感 所以我们就巧妙这个金心的动感 来创作了鸿鲁梦鲁的典故 叫《宝晴踏雪寻门》 恰到好处 然后最难得的是它这个风衣的这种 这种非常的妙趣天成 和它这个雪景的动感是 是大载的那种巧妙天空 在智燕领域 判断水准的高低 不仅仅是看雕刻的技术 而是更看重 根据不同食材原料 为它赋予全新的构思和设计 《西枝寻门》 《西枝寻门》 这是一件就代表性的经典之作 它是2005年参加日本爱之师伯会的一个代表作 那么日本人对于这个 王西枝这个书法大师大家大师 非常的崇拜 所以我们就选取了这个 从西枝这个大书法家的角度去传播 我们的这个书法文化乃至中华文明 那么这件作品的创作的话 主要是画面以中国画为基调 就是把蓝亭的背景和王西枝的人物 以及鹅三者把它的这种关系 把它做到先天与后天的和谐统一 现在的安徽舍县是以前古舍州的中心 舍宴也就因产地而得名 在宋朝的时候 舍州才改名为徽州 南唐的李绍威 曾经就被任命为这里的宴武官 专门给皇帝开采宴石 雕刻宴台 可见舍宴曾经受到的重视 而众多像苏东坡 欧阳修 米芙 纪晓兰这样的文豪 都曾经对舍宴赞不绝口 灰舟燕湿润无声 巧是雕琢鬼神经的诗句 传颂至今 历经了千百年 再加上现在矿坑已经禁止开采 因此极品的厌食 已经越来越稀少了 王组委 这次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大发现 却在山下的燕山村里 找到一块质地不错的厌食 他的老父亲几个月后 就要过七十岁的生日 他想做一方燕台 让老爷子高兴一下 王组委是社县本地人 他家祖辈都是乡下人家 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 马尚就七十岁的老父亲 现在身体依然硬朗 他也算是首艺人 是四里八乡都知道的灭家 制作一方燕台 首先要仔细地了解 这块燕食的特征 这是一个细心揣摩 和构思的过程 叫相食 你去看它 发现它 这个在看它的过程当中 把它最重要的特色 都挖掘出来 读懂它 艺术是抽象的 从事社厌创作 悟性往往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王组委觉得自己的悟性 都是来自生活的体验 和不断的磨练 这个燕雕啊 它作为一门手艺 或者独盗的一门记忆 那这个至少有一部分 从小范围来说 是为了自己的谋生 是为了自己的事业 从大的角度来说 那也是在为社会的贡献 王组委 从事社厌行业 算是科班出身 18岁开始 就在职业学校 学习社厌专业 系统地进行了素描 色彩 书法 雕刻等专业的基础训练 毕业后 分配到设宴厂 在制作高级设宴的创研势力工作 这里制作的每一方设宴都是精品 这对刚出校门的王组委来说 可谓是大开眼界 对我个人来说的话 那是那个时候 还是刚刚起步的阶段 就是把自己的眼界 逐渐提过了 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艳雕艺术 这个对于当时来说的话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在设宴厂里 王组委的师傅名叫胡震龙 这位设宴领域传统文人派的大师 制作过非常多精美的设宴 他的宴具有浓厚的国风古韵 构思精巧 诗情画意 道工细腻的特点 王组委的技艺 得益于有这样的高人 手把手的指点 能够看到老艺人 就是他们那种 就是艳雕这个技艺的这种完美 尽管自己说不出来 表达不出来 但是耳濡漠 这个老艺人这种艺术成就 胡震龙用毕生志愿的心得 编写了一部艳雕石坛的教材 记录了艳雕工艺的各个细节 王组委当时 能够把这部教材倒背如流 认真和刻苦 让他对艳雕的领悟 越来越深入 我自己想通过艳雕来 亲手做一件礼物送给我的父亲 我自己想通过艳雕来 亲手做一件礼物送给我的父亲 这块不大的艳雕石 在王组委手里 反反复复地端详了一个多月 他不太想去雕刻传统的浮瘦的元素 总觉得太过于平常 他努力地回忆着父亲生活中的点滴 可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画面 几乎都是父亲每天不停手操劳的身影 这让他忽然有了灵感 因为我的父亲 他做的手艺是竹面 在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 得到了耳濡默然 王组委准备给父亲 雕刻一块带有竹编纹里的摄影 并且取名竹编情深 当这个创作思路越来越清晰的时候 就可以在艳势上勾勒草图了 这样有助于直观地分析雕刻的走向 射焰从古到今 一直都以古朴雅致的韵为著称 但形态和雕刻技法却在不断地演变 唐代常见的是简洁大方的畸形舍艳 宋代最流行的是超手艳 超手艳会将艳底挖空 两边为足和用手抄底托弃 过去的文方寺宝它都是苏筒挑的 你比如说这个晶晶赶考那就很重 古代的智艳师它就很有智慧 把里面挖掉以后它就减进重量了 随着朝代更迭 审美的变化 射焰的造型和工艺愈发复杂 在雕刻方面融合了灰派文化细腻的风格 山水亭台 人物神态 手法精妙传神 而燕池的开挖也能做到相互呼应 因而显得十分协调 文房四宝里 笔墨纸都是消耗品 而这燕台却是可以终身收藏 成为传世的真品 所以古往今来 射焰无论是简洁大方的 还是变化生动的 都考验着智慧师傅 在文学 艺术 美学 手工艺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制作射焰首先要将厌食进行切割 去除质地不好的地方 形成大概的轮廓 制作射焰的工具 有各种尺寸和造型的刻刀三十多种 射焰厌食的硬度 有墨是四度左右 比玉石要软 雕焰的第一步是粗批成型 用枣和铲的方式修整厌食的造型 射焰厌食的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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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焰厌食 射焰厌食 这方竹边琴身宴 作为父亲生日的礼物 王族围在宴边和宴底的位置 雕刻出竹边的纹理 这是浅浮雕的手法 需要持刀文件 刀工精细 在射焰厌里 这方验台算是小的 用到的技法并不多 而这块验尸重达五百多斤 所用的雕刻技法就复杂多了 运用更为丰富的深浅雕刻 以及镂空雕刻手法 勾勒出细节刻画出线条 薛东森是一件大剑 它的特点的话 还是读到表达方面传统的 是讲个巧色 但是它比较难的就是 它的这种画面的取舍 它的色彩的巧用 以及它的这种雕刻过程当中的 这种反解 虚实 粗细 疏密 这种东西都是燕雕刻家的 是要去不断追求的 这方名为旭日冬生的摄验 宛如大海中升起的太阳 富有意境地雕刻出了海浪的层次 王组委特意保留了 艳势上红色的石皮 渲染出旭日染红海浪的气氛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灰州孕育着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特征 形成别具一格的人文和审美观念 摄验作为这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从古至今追求着自然之美 雕刻之美和文化之美 王组委在这方水土中成长 与摄验结缘 带给它的不仅仅是一门传统的记忆 还有更多的幸福和甜蜜 王组委师父胡湛荣的女儿 名叫胡飞 两个年纪相仿 有着共同话题的年轻人 随着渐渐地接触 互相就有了好感 对于胡师父来说 一个是自己钟爱的徒弟 一个是自己心爱的女儿 这段姻缘 确实可以成就 这摄验行当里的一段佳话 黄山市中心区的屯西老街 是国内外游客到黄山市中心区的屯西老街 黄山旅游的必经之地 在这条古朴的街上 王组委夫妇有一间摄验工作室 每天 王组委专心于摄验的创作 爱人胡飞 打理着生意 照顾家庭 在殿里 这方日破云涛万里红的摄验 是镇点之宝 这方验是采用湿化液体 工艺结合的手法 将黄山景致的险 齐 绝 美 浓缩于验尸之上 凭借这方黄山美景神韵的作品 王组委获得了中国最年轻的 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荣誉 王组委夫妻相濡以沫了二十多年 胡振荣老人已经过世 使得王组委更加地注重亲情 所以对老父亲的七十大寿 格外地重视 现在这方逐边情深艳 已经逐渐成型 最后一步就是打磨 需要用不同粗细的砂纸 把眼台仔细地打磨圆润光滑 每一个位置都不能急躁和草率 打磨后的竹边情深 呈现出射雁黑宝石般的质地 雕刻的竹边纹理细致穿深 这方面寄托着王组委 对父亲养育之恩的一份深情 现在王组委被自己的母校 拼请为客座教授 每周他都会给学生们 教授雕刻射焰的技艺 作为一个艳雕艺艺人 都有责任把这种民族技艺 辛苦传承 但是也非常焦急 学的人越来越少 射焰 作为中国的四大名艺之一 用自然天成的材质 承载着灰州人文气质的表达 通过艺术家独到眼光 和精准的手法 将石头赋予了全新的艺术声音 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 这种传统文化里面 特别是像这种文凡四宝 比目之一 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 像DNA 否则的话 我们说这个 你到了最后一个民族 没有文化 没有技 那是多么可怕 艺术家的作品 是不希望重复的 王组委又在一块新的艳势上 寻找着灵感 发挥着想象 开始了全新的创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